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都没去过 那一定得去一次 他们整天就是说时装周都做第一排的 是吧 都是这个 所以时尚 现在有人讲什么时尚都有那个权力榜什么的 我看你也是那里边 我基本上上榜 对 基本上都在上面那里 就他们的公敌是吗 公敌 今天我要让你成为一些明星的公敌 因为呢 我见人家好莱坞做节目 这个每到那个奥斯卡电影奖 都整这个 就是找一个时尚专家 逐个的就点评 就走红地毯的这些个 他们穿的怎么样 对吧 所以今天呢 我让你这个批评一下 他们要 金马奖 对对对 人家是专家嘛 对吧 这次金马奖出个笑话 你知道闻到 就那个迪龙 迪龙大哥 我知道 好像说什么 喊错名字是吧 让人以为有谁得奖 他没喊错 他是就念了一遍那个候选名单 但是念的那个节奏感可能也不是 就是他念完了 念完了 接下来他就说呀 这个现在我宣布得奖者是 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他把候选名单又念了一遍 又念了一遍 所以念排在第一个的那位 一下子以为就得奖了 好尴尬呀 不尴尬 不尴尬 无巧不成书 结果得奖的就是那第一个 所以咱再看看 现在我来公布一下 最佳新导演入围的 我们要看 我们新导演的影片 对了 在主持人蔡康勇提醒下 资深影帝迪龙和导演吴宇森 这才想起还有入围影片 但这时恐怕都没人料到 状况还在后头 陈杰逸 帮忙不在家 上台领奖 但颁奖人迪龙却继续念起入围名单 韩子 我们现在是在报那个入围的 人选 不好意思 他是生读那个入围的名单 对 所以得奖名单在吴宇森导演的手上吧 好 所以 最后得奖的还是新加坡这个导演 确实是他 你觉得他是故意的还是 我觉得他不是 他不像是故意的 这像是纯粹就是搞错了 但这说明咱们以后到这种场合 真是不能着急 对吗 我觉得他也不是着急 说不定就真的是有点伤年气了 迪龙大哥有点 不是 我说那个中奖者不要着急 你也着急站起来 对对对 怎么样得先看一看左右 是 查阴观色 你晚点站起来 只能显得你这个大气稳重 什么上档次 是吧 你早点站起来显得有点猴急 刚才这个 这就让我想起 你记得吗 上有一年 那个北京 这是很著名的 北京举办 那个不是 北京深奥 北京深奥 经历过很多次失败 上一次 就是失败的那次 也是大家太着急了 一下子把那个鞭炮 李花全放起来 以为中了 其实好像萨玛兰奇 就是候选名单 也是念候选名单 Peking 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很常见的情况 Peking这名字 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因为都是法国话 是吧 没错 但这个是很常见的情况 听起来 对不对 所以所有要去得奖的人 要去拿奖的人 都应该要准备这个状况 就是因为看你这么说的话 应该常常有这种 就是先把候选的名单念一遍 对对对 要千呼万唤使出来 是吧 所以但是现在这明星们 都急着彩虹地毯 因此现在呢 咱们这个安吉丽卡 章语章语 章语 你来给我点评点评 这个这次明星 他穿出来金马奖的 你看 这是这个主持人 哇 蔡刚勇 你觉得这怎么样 这很抢镜了 很抢镜 有没有觉得有点不要脸呢 欠揍呢 看他自己的心 我会不会推荐这样的衣服的 你不你觉得 对呀 但是这跟他的性格和他的自己的形象 对呀 很很吻合 但我觉得这是看人的 但是他这样穿的多了 可能大家已经不会觉得吃惊了 对对对 反而有一天正正经经的穿真衣服 可搞不好 可能还会引起的人注意 对对对 这是他的标志了 对 你看下边 哎 这是黄渤 感觉是内蒙古刚木马回来的时候 这怎么样呢 这没什么感觉了 对他 你看看上去 就是说呢 穿的还是蛮隆重的 希望自己有点性格 对吧 然后呢 就是感觉上呢 还是比较的处理的 稍微的那个轻松一点 你觉得好看吗 我个人认为啊 衣服还是不错的了 但是跟这个场合比起来 好像稍微的稍微的衣服 那个靴子配起来有点乖了 就像你说的 但是看这明星 他走湖地坛 看他自己的目的 对不对 每个人目的都不一样 不一定都是让你较好的呀 没错 没错 咱再看下边 张子怡啊 这个张子怡 这个香奈尔的这个裙子 网上已经很快就被人说了 你一看就知道是 一看就知道是香奈尔的 对呀 去年的 后来 后来看 被人家提醒了一下 说到底是哪一季的 望一望 是一年前的秋冬 好像摔着这下 对 这个就算是 对 就是时装圈 有些人马上就说了 哎呀 这怎么穿过去的 旧季的 过季的衣服 旧款的了 旧款的 这在红地毯上比较少见 一般都是想穿更新的 甚至没有见过的 所以这个一看呢 就是被人家就说 哎呀 怎么穿旧衣服 跟着汪峰日子变穷了 这就是啊 那可能给他选衣服的人 就压力就大了 这个是Mark Jacobs 他可能走一个 比较休闲的样子 这叫什么牌子 Mark Jacobs Mark Jacobs 好像是 这是休闲的 我不敢 百分之百的肯定 稍微的 他就是裤装嘛 潇洒一些 那可能跟赵薇 最近做导演 对不对 想给大家一个 比较轻松自信的样子 干练 好像不是那个 揣出 一定要摆的 我感觉 我看了以后 给我的信息是这样 我也同意 这点我同意 你再看下边 这个 这就典型的 红地毯 要Glamorous一些 要性感一些 然后这好像是 Alice Up Alice Up 是很多那个 中国的明星 特别喜欢的 为什么呢 就这几年 突然之间 为什么呢 它是一个 挺高定的一个品牌 中东那里 出来的 然后呢 就是 其实呢 时尚度很低的 这个品牌 基本上就是 就是这种 性感 美 然后华丽 所以受到很多人的 那个推荐 其实最早是 范冰冰穿出来的 对对对 几年前范冰冰 突然出现穿那个Alice Up 后来这个明星 就都开始就问 都在穿它 所以有的时候 明星的这个 宣传的威力 还是蛮大的 就是肉感 就是性感 这个也是Alice Up 然后这个 这个我觉得好像 它跟李冰冰 是一个牌子 一个牌子 你看是一个系列的 你看颜色 和它的那个蕾丝 其实一看的 看得出来 是同一个系列的 只不过 稍微有点变化 就这个品牌 是它的比较典型的 就给你一点变化 但其实差不多 这个呢 这个Valentino舒奇 是大家都 我觉得最较好的 对 这次也说 舒奇是赢了 这个没拿奖杯的 这个奖 就大家都觉得 他的形象 好像最吸引人 是又年轻又华丽 但有点俏皮 对不对 给他还是很年轻 你看他回眸一笑 自己也挺会pose的 就跟别人都不一样 让你看他的背 就是林青霞 这个怎么样 看起来像一团 青霞这个 我觉得 我是他的造型师 我可能觉得 加的东西太多了一点 外边那个披肩 和那个手套 就是感觉上 有没有这个必要 对吧 青霞自己很有气势 但是衣服呢 稍微的 把他自己本身的气质 给压了 是不是 广州话讲 有点像伦敦 伦敦 你都知道 有点雷着有点堆 这个呢 这个曼玉 Maggie很少见的样子 他通常是比较的 张曼玉算是在明星里边 比较懂时尚的 有个性 就是说我不追求名牌 我一定要mix and match 我自己会搭配 然后呢 这个是属于比较少见的 他比较保守的 比较传统的样子 这是个 这好像是Valentino是吧 不知道 应该是 然后呢 我觉得我看的时候 还稍微有点吃惊的 多多少少 你觉得这身衣服好吗 衣服很好看 很好看 我的说是对于张曼玉的了解 他总是觉得让别人看看 我不是说就是穿那一件 我还有点自己的东西 有点变化 让人看到我有点我的个性 所以在这个看来就好像 走了传统一点的路线 但是还是很美的 这位呢 这个是一个 可能很多人不太知道的品牌 叫Antonio Brady 是为小众一些的 我问你这人是谁 这郑秀文吧 郑秀文吗 这是郑秀文 我没认出来 这是郑秀文吗 是郑秀文 整容了吧 没有没有没有 这是郑秀文吗 是 郑秀文长这么高了吗 那人的细高一点的 那个 那个扩形 整容整不高 就会显得高了 你是怎么个整容吧 郑秀文穿成那样合适吗 你觉得 郑秀文一向就有点潇洒 对吧 我觉得还是蛮有气场的 穿裤装常常是这样子 而且在很多蕾丝长裙 露的很多的这么一个场合 他突然穿那么一个 那么帅的有个场合 很突出 很突出 就是已经想到一个 很handsome帅的 那么的字 所以这红毯上 就是说你要有自己的办法 有的时候穿的特别的鲜亮 是个抢镜的方式 有的时候 穿的不太一样 就跟那个什么电影 Anna Carolina 那个时候大家都记得 对不对 他出现穿了一身黑 最简单的黑裙子 然后被人家都注意到了 因为周围的人都太过闲光鲜了 所以这也是一个方式 红毯上 但是你要知道 我觉得这个明星们 也都挺不容易的 怎么叫不容易呢 就在红毯上怎么样 因为你参加红毯 为什么 为了媒体曝光 接受你的挑剔 我还是蛮厚道的 但是Anjelika 真是让我感觉到 专业的一面 这家伙啪啪啪啪啪 牌子都能说得出来 这我连我自己买的衣服 是什么牌子 我都记不住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远行广告 之后见 夯实每一桩建设的基础 探讨三十年社会经济改革思潮 在文化与科技各关键领域 工程国家发展架构中的 历历人士 中国重器 腾飞中国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央台 来 张雨给咱们开了开时装的这个窍啊 对 是 但是你说 什么叫时尚触觉 你们老说就说 谁他特别有这个触觉 这指什么呢 没有啦 其实说这个话的人 都是行内的人 希望 对吧 让大家觉得微妙一点 好像挺神秘的 其实也没有什么了 每个人在对时尚的感受都不一样 明星和明星不一样 有的明星对这个一点认识没有 就真的是依赖身边的人 有的明星呢 自己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每个人真的是不一样的 那以来这个助手的人 有的时候就要看情况呗 对吧 有的时候有的明星有代言 比如说像周迅他 基本上他都是穿香奈尔的衣服嘛 因为他跟香奈尔是有一个代言的一个合约的嘛 就叫 现在叫做Friends of the Brand 就是品牌的朋友 也不是完完全全的想代言人 但是其实是那么个关系 所以他就 基本上那他就 他这个衣服是给他的吗 都有情 那就看跟品牌的关系了 通常红地毯的衣服呢 可能是借比较多 因为呢 那个衣服穿一次 其实也不会穿第二次了 明星来讲 他也觉得意义也不是大 就像你刚才说这个 就是张子怡 你说他穿的那个衣服 你一看 你说这是去年的款式 这个是不是就挺挺丢人的 就要在时尚界来说 这事就看你怎么想 我觉得最主要是你自己怎么觉得 我觉得穿衣服 其实是不是给小小素的这个时尚圈的专业人看呢 还是给更多的电视前的观众看 我觉得对于明星来讲 还是给人看的 虽然我知道 但知道的人其实不多的 最主要还要穿上去 达到他的目的 要漂亮 然后吸引很多的媒体的关注 这其实是最主要 做空地坛 不然的话是为什么的 为了宣传 也不一定是 这个说到底还是要看人 因为有的明星 他忽然之间穿一个 好多年前的一个东西出来 会有很奇特的效果 对啊 因为那真的是看人 得看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平常给人什么印象 像比如说刚才我们讲蔡康勇 蔡康勇再奇怪 大家也都见怪不怪了 就甚至觉得他该这样 但假如比如说有一天 假如像你穿着 蔡康勇那后面也来一匹马 他就被人踢了 那就很奇怪了 是不是 所以真的看人 因为有的女性 她真的会忽然穿一个 很奇怪的 很老的衣服 男性其实更多 对 那大家就觉得无所谓 因为她是这样 是的 其实现在Vintage 是一个非常的 挺显示品味的 比如说我妈妈的一件 或者是就是很好的 但是我觉得中国的明星 还没有到这个结构 你觉得中国的明星 现在到这个外国国际场合去 这个会让人家觉得 是什么土豪子 这什么什么 会觉得土吗 现在好多了 前几年真的是疯狂了一阵 前几年去有的时候啊 我都恨不得藏在坐在那 因为经常的 有些小明星坐在你边上 坐过去打扮成那个样子 然后很多人不认识的人嘛 海外的一些人就问问 这是谁啊 怎么回事 我都恨不得 我就觉得挺不好意思的 为什么 他们什么样 你跟我说 因为就是打扮的太过过了 就是就是一看就是摆明了 就是我来争取这个大家要住 哎 镜头 就是我就觉得稍微的 有点cheap的感觉 他们穿的不也是国际名牌吗 一般都是名牌 对 但是就是搭配的办法 就是要尊重场合 这几年好多了 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呢 人也厚道一些 那几年那时候网络媒体啊 也挺骂这些明星的 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些明星都有一个学习的过程 那人家过去没有接触过时尚圈 也没有去过红地毯 是庄州是什么样子 他就觉得这就是红地毯 其实是庄州和红地毯是两回事 然后他去了 他希望 其实他还挺认真的 就是想自己打扮的漂亮一点 这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后来现在这两年 你看他们 我觉得好多了 时尚州 我不觉得那么尴尬 有的时候你坐在那里 真的是觉得 哎呦喂 怪丢人的 就是大家都看着你 就是哎 你们这中国的明星 怎么打扮成这样子 你觉得你见过的一个最奇怪的是什么模样呢 我都忘记 我就记得有那么一年 有一年 一两年吧 大概是 有几个 就大概不是 你要说又也不是张子怡这样的人 但一堆都去 突然之间大家都去 就是给你的感觉 就像是在巴黎的香奈尔 那个店外边 那排着队的长龙的中国人的感觉 就是人很多 但是确实有人有点 让你有点不自在嘛 看了稍微 是不是 就是都在那里 但是我觉得他们其实进步的挺快的 这两年你看吧 就是这种特别尴尬的情况很少了 然后我跟他们交流交流吧 也发现理解他们的难处 你想啊 中国明星到海外没有人认识 对不对 你是个nobody 然后你再穿的特别的净 特别素 人家都以为你不是明星呢 以为你是啥工作人员的 因为中国明星又长得又小 然后又 对不对 人家不认 所以呢 那个时候我记得 第一年那个时候 范冰冰穿龙袍的时候 龙袍 我还觉得怎么穿个这个 真是的 就好像有点为了争取曝光啊 没错 太明显了 你这个痕迹太重了 但是后来我就跟他们也聊一聊 后来好像第二年 李冰冰也去一个什么节嘛 那时候也问我们说 看看冰冰穿什么衣服 我们推荐了一些 他们都觉得太低调了 他觉得像范冰冰的那种龙袍的那种效果 后来我记得是郭培给他做了一件 也是有点龙袍意思的这种中国的什么的 当时呢 他就说他是因为要不然的话 被那些金发碧眼的明星 好莱坞明星完全就压倒了 所以至少这件衣服呢 得到了西方媒体的注意 就看到了 至少他叫不出名字 说穿那件什么什么 那个裙子的 那个中国明星是谁 但是问题是这个注意 你要穿一熊猫 他也肯定要肯定注意 但这个注意有没有好注意跟不好的注意的 这个问题很好 广告之后让他回答一下 枪向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才文道不就问你是 好的注意和坏的注意 对明星 很多明星来讲 好的注意坏的注意 有注意就好 对 黑猫白猫 是黑猫白猫的那个 但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呢 有知名度了 我觉得一线像子怡啊 李彬彬 范彬彬啊 Maggie 对吧 都很有知名度 这时候 他们更关心自己的形象问题了 刚开始 我觉得他们呢 也对 刚开始连人认识你都不认识你 弹劾形象 所以先引起注意再说 我觉得他们基本上的战略是 就是这样子的 先注意 现在开始注意了 然后你看他们 我觉得啊 这个红毯的形象呢 某种程度上 你跟品牌挂钩有一个好处 就是有些明星 其实他自己没有个人风格 他也不知道该喜欢什么风格 就觉得要漂亮 这么一句话 你想怎么样 漂亮就行 但是漂亮有上千万种 对不对 然后你要怎么样漂亮 自己不知道 所以你觉得吧 比如说 像香奈儿跟周迅的这个合作 对香奈儿是个宣传 通过明星 但是对于明星自己 也给他了一个风格 对不对 像李彬彬也是跟Gucci的合作 他本来你觉得 他是个Gucci哥的样 不是的 因为Gucci很clubbing 晚上夜店那个样子的 其实本来彬彬不是那样的一个 他是长得个贤其良母的样 但是跟Gucci合作以后 我觉得他形象也变 也在转变 也该开始给他一个形象 这些人其实 因为到海外去不容易 你看周迅 每次时装周 因为香奈儿时装 他都瘦 他都去的 我基本上时装周 看完瘦就出去的 我不去后台的 也不去跟设计师打招 因为嫌人太多 就很多人都涌在那里 那像香奈儿的 Chanel的时候 因为周迅是一定要去的 因为他是代言人 他总要最后 要跟卡尔去打个招呼 但是那里的人那多 那周迅那么小 然后他的人又怕事 就是不愿意跟人家去争 人家一往前涌 他就更往后 后来变成我就成了保镖 这几年基本上就是周迅的保镖 就是为了他 我要跑到后台去 跟卡尔打个招呼 为了就是拽着周迅 推着他 好吗 当着破盖别的人过去 卡尔 记得小周吧 打个招呼吧 小周过来 就是这样子 因为他不然的话 确实是 那你就开始理解 他们在这种国际场合吧 还是 还是需要点 这个 是 可是你刚才说到一件事 我觉得很有意思 你说到 这个明星 也许他本来不一定有太特殊的形象 又或许他本来的形象 不一定太是这个品牌的那个定调 但是跟他合作的时候被他改变 那我反过来在想 那品牌在想什么呢 因为一般品牌在选人的时候 他难道想的不是说 应该找一个适合自己品牌方向的人吗 你说的对 理想的世界 他要找一个最适合品牌形象的人 然后呢 这个人还特别好 我表现还不知道太高 这是理想世界 接着为您播出 西安楼关文明启示录